大家好我是海綿哥 今天要來介紹十字入口旅店 我從2019年就開始關注這個遊戲了 它不是新遊戲 不過當時沒中文實際評論又說BUG超多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不敢買 去年初的週年把中文也順便一起上線了 不過評論還是炸裂 因為中文翻譯有BUG 直到今年7月8號疑似修正了 我就買來玩了 就讓我告訴大家它到底能不能買 好不好玩囉 遊戲模式分為劇情沙盒跟故事障級 劇情模式有動畫講述故事 那配合教學教你怎麼經營旅店 故事中還要選擇陣營來合作 但即使你想要跟選擇陣營的NBC建立關係 然後看對話是否成功 那成功率就要看主角的能力 根據故事的陣營選擇不同 有十幾個結局喔 但是我現在一個都還沒看到 這個遊戲真的非常的殺時間 沙盒模式我就不多說了 可以選擇自己想玩的難度跟物品是否解鎖 故事章節實際上沒有什麼劇情 就是故事內不同的主要角色來經營旅店 旅店的裝潢跟地點會不一樣 遊戲就像模擬市民一樣可以蓋房子 我們可以從零開始建造 利用壁紙、地板、窗戶、花樣 創造你想要的旅店 可惜它的屋頂變化超級少 而且蠻醜的 不過還好遊戲中我們幾乎看不到 所以沒差 家具跟裝飾品種類也算蠻多的 但是劇情模式呢要慢慢提升聲望 點旅店的技能才能解鎖 那玩家的旅店除了可以賣酒賣食物 我們也可以開賭場 租房間、租浴室 或是與人連結的特殊服 店裡的旁邊我們還可以種種田 養雞、養家、養豬 這些可以供應我們旅店的食物來源 才能養貓咪跟狗狗 狗狗可以幫忙趕跑一些來亂的奇怪動物 貓咪呢我只知道有很多玩具 但是都沒有狗的耶 也許貓咪可能只會賣萌吧 其實是我沒有養啊 所以我不知道 那遊戲中還有老鼠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抓 看了Wiki後我發現還有馬舅跟鐵匠鋪 不過我還沒有玩到這些內容 玩家旅店的經營 不是建一建漂亮的旅店賣一賣餐酒就可以了 還有很多細節的部分 我們要通過大地圖到各地村莊 城市打廣告 訂貨、買原料、建議貿易管道 送廚師去學新菜單 逐漸擴大我們整個旅店的規模 旅店內的經營 客人呢分成平民、正民、貴族、不法之徒、遊民等五大種類 每一種呢都會有不同的偏好 包含食物、飲料、裝潢 他們都喜歡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全面都討好 幫我們經營的員工呢分為服務生、勞工、為室、惡棍、廚師 那他們呢也是有能力特質跟等級的分別 會影響工作的效率 另外還有特殊員工 那他到旅店的時候你會看到他頭上的鑰匙 要邀請到私密房間我們才能僱用他 種類呢有吟遊詩人 那他可以在旅店演奏樂曲 冒險家可以解任務板上的任務 戰士能在定下的經濟場工作 那星之女就是那個可以與人連結的 不過他也有難的喔 那這遊戲到底能不能買呢 我先講優點 以遊戲的內容來說是非常充足的 可以建造各種中世紀風格的旅店 配合故事劇情的推進會出現不同的挑戰 我覺得經營起來非常有趣 缺點就是新手教學不完善 有的細節沒有說清楚 所以只好自己慢慢探索 像是一開始按左上角的打開 我們的店才可以開門 員工工作分配跟輪班都沒有說明 木材也要放專門的存放庫 不然買來都不算喔 嗨我想說怎麼買了木材 是沒有辦法開火 那這個遊戲最嚴重的呢 就是BUG 以我目前遊玩的版本來說 我碰到的BUG 比較嚴重的話 是用浴室洗澡服務 門戶會卡在那裡無反應 就算可以把角色撈到其他的地方 也沒有辦法解決 可能是擺放角度跟物品間的監距造成的 換個角度跟監距又亂好了 但這種情形只能獨擋 其他我碰到的BUG就沒有這麼嚴重 像是我旅店內有人打群架 打架後血跡清不掉 有時候員工不會去砍柴或是補木材 有時候調整位置又可以了 也可能AI太呆遠一點就不行 接待客人的反應也有點慢 單純以內容來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可以值得80分 我自己很喜歡 單字BUG扣10分 教學不完善扣5分 翻譯瑕斯扣5分 AI有點呆也在扣5分 所以只剩55分了 目前的版本我是覺得可以玩 製作主也非常努力的更新來減少BUG 只要你能接受BUG就能買 但是請慢慢為了 買開地點就買了 這不是小黃油不夠H啦 那今天的5分鐘遊戲剪評就到這啦 感謝觀看 我是海綿哥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訂閱或按讚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